尴尬!流湿湿的肚子为何时突食品,47岁吴启隆终于说出实情!爱妻都忍不住打脸! 说起吴启隆,想必大家对他已经很了解和熟悉了吧! 早很早之前我们就知道吴奇隆了,当年的小虎队可谓是家喻户晓,而小虎队的歌更是被很多街坊流传,如今各自都有了自己的事业,不过就属吴奇隆和苏友鹏混得比较好了。 只有吴奇隆在沉寂了多年后平级不顾精心咸鱼翻身,在迎事业第二春,而且吴奇隆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,迎娶了比自己小好多岁的刘诗诗,堪称人生大赢家。 吴奇隆有过两段婚姻,在2001年和马亚书通过拍摄《消失一郎相识》,2006年12月12日,吴奇隆与马亚书在云南登记结婚。 2009年7月14日,马亚书被媒体拍到与澳洲籍男友密会,同年8月11日,吴奇隆与马亚书正式办理离婚手续,不曾生儿育女,如今与刘诗诗结婚两年多时间了,至今没怀孕的消息。 近日,吴奇隆出席活动被记者问道,有没有生字的打算。吴奇隆坦言,都太忙了,没有时间,得工作放下来才行。 不过爱妻曾在节目上表示,我想要生一个女孩子,不知道四爷是不是有听进去了。 都说不孝有三,吴厚为大。都47岁了吴奇隆,还没想要孩子,你们说正常吗? 刘诗诗原名刘诗诗,1987年出生于北京市,中国边疆影视女演员,影视出品人, 2002年考入北京跳舞学院,2004年正式探入演艺界,2010年屏障仙剑奇侠传三曲得更多存选, 2011年主演步步精心博得颇高人气,2015年与吴奇隆筑肖成婚,2017年主演醉玲珑开播。 吴奇隆,尼奇隆,1970年10月31日,台湾歌手和演员,于1988年,偶像团体小虎队出道,北京到草雄影视,浙江东洋到草雄影视文化有限公司, 北京到草雄科技有限公司,北京到草雄商贸有限公司,太阳动力文化传播公司, 韩润影视吴奇隆工作室和吴奇隆盛大文学工作室的老板,时尚和工艺品牌黑白能量创立者。 2015年1月20日与刘诗诗结婚。